是开始的啊 那么今天我们要主要要 我们上两次我们讲了德国的 这个科教新国的战略是怎么出台的 讲了这个德国的教育 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哲学思想的指引下 产生出来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和科学的理想 那么上一次课呢 我们特别呢谈到了上一次的报告 我们特别谈到了啊 这个德国大学的现代化的大学的特点 啊我们做了很多的对比啊 也主要是就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师集团的这个队伍 他们的体制 他们的用人政策这方面进行了对比 那么今天呢我就想换一个角度来谈一谈啊 啊中德大学的比较 主要是就啊 这个中德大学生的他们的学习生活的比较 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和西方现代化大学之间的差距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这个报告 那么大学本身是这个培养高质量的啊高素质的 具有啊这个科技竞争力的民族精英的场所啊 那么一名大一个年轻人是否能够通过啊大学的教育而成为这样一种高素质的 具有啊这个高科创新能力的人才啊 那么他是有很多的因素来决定的 主要是由啊学习动机啊入学方式啊学习方法或者说教学方法 以及与此相关的啊社会和学校的啊学术氛围来决定的 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这个学习动机的问题 那么德国现代化的大学啊 他首先要求啊大学生们的学习要有一种新的动机 啊带有一种新的动机为谋生而学习在德国的大学里是招人鄙视的啊 大家也许要问啊为什么为谋生而学习是不对的呢 啊在我们中国可以说人人都在为谋生而学习啊年轻人 那么要问这个原因呢就主要啊大家要了解到一点 自从1807年德国普鲁士开始改革以来就提出了对国民的三大义务啊 必须履行的三大义务啊教育是作为三大义务之一出现的 这三大义务之一啊第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有纳税的义务啊任何一个有收入的人都要有纳税人的观念啊 啊在西方国家里边能你能不能成为纳税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 你能成为一个纳税人说明你是一个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啊 而你不能成为一个纳税人你是一个无产者 这是实际上是让人感觉到很啊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 啊因为你不具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啊你就相应来说你很可能是一个要社会来养活的人 或者需要别人来帮助你的人而你很难给别人以帮助的人 所以啊呃所有的国家公民啊是要求有纳税的义务的 所以外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都是强调一个纳税人的观念的 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人是很不一样我们中国现在即使有很多人在纳税 也不一定有纳税人的概念啊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啊 那么国民义务的第二条是什么呢是服御啊 任何人都要为国家做贡献要服御啊 那么男子汉呢啊许每个健康的男子汉都必须要服兵御 他跟我们中国的兵制也不一样 我们中国是自愿兵啊自自愿去报名参军 西方是以严格规定的任何年轻人男子汉只要生理没有缺陷就必须当兵啊 每个人都要当啊因为国家是所有人的每个人都要尽义务 那么女子呢年轻的女子呢就需要啊进行社会服务啊 做社会工作也穿着一种统一的制服啊 男子汉当兵是两年女子年轻女子呢 必须要有一年为社会进义务啊 那么在进义务期间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啊 没有什么收入的只有这个很少的津贴供你吃饭 这个啊主要是个啊 让你的生命当中的有一段是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 那么国民义务现代公民的第三大义务就是受教育啊 这在德国的法律上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而且认为啊一个人能够啊去受教育这是啊你对社会最好的贡献 那你你你你在学习你就在为社会做贡献啊 那么我们我们可以说德国人是把受教育作为国民义务来看待的 而我们中国人呢啊可以说都是把啊学习受教育作为一种什么呢 作为谋生的手段来看待的啊 因为年轻人也许他自己很想去 呃我们要说不光是受教育把他看作是谋生的手段 甚至连选行当啊 我们说选专业啊都变成了一种谋生啊 都被我自己谋生都考虑的是谋生 一个年轻人也许他很想去学习教育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的父母啊一定会很不高兴啊 会很不高兴 他的父母呢就硬要他要去学啊 啊计算机要学经济管理要学法律等等等等 是吧要学这些应用性很强的啊学课啊 这是一个我们中国普遍家庭里面存在的问题 如果要是这个子女不听这个父母的话 自己去填他自己想填的志愿的时候 那父母会变得焦虑不安啊 焦虑不安 我就经常在很多人的家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啊 那个儿子啊年纪轻轻的儿子他有很多的理想 他要他要学很多的人文科学方面的东西 他的父母是坚决不答应啊 非常紧张 那个家庭吵得一塌糊涂 他的父母甚至是排桌子 你将来会没有饭吃的 就是很紧张啊 我想也许在座的人也许也有所经历啊 全家都很紧张啊 你父母如果要是啊 儿女要是不顺着父母的这个意志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中国人人人想的是谋生的手段 为什么德国人他恰恰把受教育作为国民义务来看待呢 所以说我们就有必要我们对中国和德国的啊 传统文化啊 职业观还有我们现行的制度 还有我们生活的压力人口问题等等 因素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就能明白 为什么我们中国会人人都爱为谋生而学习 啊 而德国人不是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研究人的啊 中国人把自己两千多年的啊 几乎所有的聪明才子全花在对人的琢磨 对人的研究上啊 孔孟之道的人学啊 说穿了啊 这个人学的这个人字啊 你看一个单人旁一个二 讲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两个人以上的关系啊 简单的说啊 人学就是这么个学 就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学和关系学 要谈完人这一手的话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 其他的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和中国人相比 中国人是把人琢磨透了 那确实 我们这套用人的东西啊 他的关键 他的精髓是什么呢 是实用主义啊 实用主义啊 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是非常强的啊 人孔孟之道的人学 在几千年里面 都是用来管人 用人 治人 甚至整人的啊 所以精君臣臣 夫夫子子的那套理论啊 那就是为 为什么呢 为这个中国的啊 这种传统的风啊 我们说这个中央集全制的君主专制制度服务 我们了解了这一些以后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鲁迅先生会说 同篇写的痴人二字啊 那就是把人研究透了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很实用主义的文化 很实用主义的文化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真正的宗教情节 中国人呢 有和尚庙 有道教 有那么几个人在里面弄 但是中国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啊 和那个东西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情节 只有实用主义 只有实用主义 中国人连信菩萨都是假的 叫做平时不烧香 临时报复奖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没有宗教情节 但是又有和尚庙子 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中国人不信宗教 信迷信 宗教和迷信是两个东西 大家不要搞错了 中国人呢 他这个信宗教的人啊 他没有抱有实用主义 而信迷信的人啊 处处都是实用主义的 我那年到杭州去开个会 结果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杭州有个林颖寺 我们去看看 最后会议完了 几个人邀了一去去参观 那个第一层啊 那叫做观音菩萨庙 全是年轻妇女 在那跪着在那求 我就问 这些人在干嘛 那是挤着挤不进去 他们说是在求子 什么时候孩子来 求老天保佑 叫观音送子 是吧 第二层又爬一个高坡 又是一个大庙 叫药王庙 又是一群人 中年妇女 这样一些人在里面求 我说这又是干嘛 现在医疗保险不行 求老天爷 别让我爱人啊 患病 让我的老父亲 病快点好吧 他都有一个实用主义的目的 第三层爬得很高很高 又有一个大垫 那叫什么 藏经阁 我走进去 寥寥无几 除了我意外 没看到第二个人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中国人对这个 对这个求菩萨拜神仙 叫什么 叫毁落神仙 反正我买两根箱 花不了几个钱 万一零了呢 是吧 万一零了呢 现在甚至就连那些企业家 大年初一 都要带着全体的总经理 跑到那个汉阳的那个归岩市 去做一番 万一有用呢 是不是 他这个背后 他一定是为了一个 实用主义的目的 所以啊 我们说中国人这样的一种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叫做一旦不灵啊 挑头就骂 就骂这个菩萨 骗人的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没有那个 没有那样的一种情节 所以中国人就很难 中国人当中是很难产生那种 为精神理想的追求的 殉道者的 非常难 非常难 所以今天的大学生里边呢 大多数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都是那些 考虑上了大学以后 我究竟能得到什么样好处的 这样的一些人 这样的一些实用主义者 所以这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关系太大 而且这个惯性是非常之大 以至于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位 你们想一想 你们有多少实用主义 你们自己去想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啊 自随唐立科剧以来 就已经啊 形成了一种传统 这是什么 万般皆下品啊 唯有读书高 这就是什么 学而优则事 这样的一种传统 当然我们也要说 这种传统啊 的确为中国的下层老百姓啊 提供了一条啊 鲤鱼跳龙门的可能性 家里很穷 是吧 拼头百姓 怎么样爬到那个位置上去呢 读书是唯一的一条路 所以叫做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高什么高 高人能做官 做官就是当官享福 当官做老爷 学而优则事 所以要学得好 如何判断你学得好呢 要考试 是吧 用考试来说明理由 一由 你就中了科举 你就当了官 你就脱了品 简单的说法就这样 所以我们说 这种古老的这样的 这种传统 上千年的这种科举的传统啊 他把中国人引向的是官本位 引向官本位 这是中国人心目当中 很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 那么过去我们说 在农业时代里面 中国人所学习所追求的最高的目标是做官 现在呢 没有那么多官把你做 那至少也要弄到一份什么呢 轻松 舒适 体面挣钱多的职业 大家是为了这个来读书的 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读书的 是吧 所以这样的一种职业观 里边渗透了一种东西 叫什么 叫鄙视劳动 中国人现在很鄙视劳动啊 说起来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谁也不愿意做那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谁都不愿意做 中国人的这个游移观本位 肯定导致的结果 它就是社会的一种导向 那就是鄙视劳动 这个人的劳动 那肯定是被人瞧不起 所以我们可以看着看 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 我看就是这样 由于现在的中国人又认为 如何才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呢 轻松舒适 体面挣钱多的 大家终于发现了 只有读大学 只有高学历 才能混到这个位置 这样一来 改革开放以后 实行高考以后 那马上就形成了一个 亿万人同走独木桥 人人都想上大学 各个都想混博士的 这样一个局面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条 第三条是什么呢 中国啊 政府国家当局啊 强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但是呢 他并没有实行教育免费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少得可怜 所以这样的一种教育成本的负担呢 就转移到老百姓的头上去了 那么又由于这种万人齐走独木桥的局面 导致了一个非常旺盛的教育需求的市场 所以我们说教育产业化也就应聚而生 尽管教育不是说 我们没有说要搞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市场是确实存在 你不能否认 是吧 这个局面就出来了 一旦这种教育产业化 在人口拥挤的中国形成 那个学费就日益飙升 日益飙升的学费 就立即会成为 每一个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 那么在我们上面所说的 这以上三者 这样的一个原因之下 当今中国人 那更是人人争先恐后 力争早日爬出贫穷的泥潭 人质有那么大 怎么办呢 邓小平也说 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十三亿人都想一下子富起来 大家就在那个门口挤吧 所以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们 他就很自然的把受教育和职业 直接挂起勾来 每一个家庭都在紧张地计算着投入和产出的问题 每一位家长都在考虑 我已经为我的儿女上大学以前做了那么大的投资了 我如何才能尽快地收回这个投资 并且有所淫于是吧 于是乎他们就想到了 这些应用性的专业 他们说那个经济管理很赚钱 他们说做法官很赚钱 做律师很赚钱 他们说搞计算机很赚钱 就把孩子朝那个方向上逼 使用主义者 我们说在这样的一种复为之下 还有几位年轻人愿意去为科学而献身 没有几位 没有几位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 确实是太为乎其为 太为乎其为 那个使用主义者 他只看到了基础科学科的无用性 艰难性 丝毫感受不到他的趣味性 自然感觉不到他的魅力所在 所以大家一无风的 再要冲进那个计算机 经济管理和法律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无论是 到了这一步 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女 都认为选择这样的专业 那才是死者 家庭和孩子个人 尽早自负的一条康庄大道 所以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 很荒唐的局面 每年招收的五百万大学生里面 你们去调查 几乎有一百人是学着 这么三个专业的 中国任何一所大学 不管他是什么党次的 哪怕他是汤润湖那边的 什么分校也好 什么校也好 一定会有这么三个专业 一定有 他一定不会有哲学 历史和文学 甚至也不会有数学 但是一定会有这么三个学科 你想想 现在有多少人在读这玩意 这样一来 弄得这伙人数量越来越大以后 这伙人很难找工作 现在最难找的就是这么三档子 有没有搞历史的 人家以为我们很可怜 其实我们是全校 就业率最高的学科 为什么呢 没有人愿意来 我们单性繁殖 活得很好 说舒服服 那个人还不知道 还有一些人去学新闻 新闻有什么好啊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这说的话 可能搞新闻的人不愿意听 现在人家统计出来啊 学新闻的人的平均寿命 只有46岁 搞计算机的人在美国 30岁以后绝对是废物 他就发取你那个 最青春的那个时候的智慧 你一过了这个年龄 你就没用了 你就没用了 那就是这样 等于说这些都是青春犯 凡是搞应用的都是青春犯 你不要以为只有女人有青春犯 男人也有 也是 你看到拿钱 一开始看到那些人拿钱很多啊 其实你别搞错了 他是把你一辈子的钱 集中在这几年里给你了 他只用你这几年 你以后你就没用了 现在法学法学的人走投无路 那实在是可怕 武汉大学去年有300多个 法学的硕士没人要 300多个 现在党案还压在学校里面 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 物以稀为贵 大家都往哪里冲 他就不值钱了 道理很简单 当这些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远的时候 那你想想是个什么局面 那你就会造就啊 年轻人就业心理的极大紧张 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大人院校里面 自杀的数量在不断的争动 那吓人 那跟你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前年到北大去讲学的时候 两个月跳了十个下去啊 我天老爷啊 平均六天要跳一个人 北京大学啊 天老爷啊 到了这个位置 还有什么话说啊 不行 不行 这就是今天中国年轻人的那种苦恼压力现状 你要问为什么 那是有传统的 也有现实的原因 也有观念上的原因 就导致这么个剧场 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德国 首先一点 和中国人研究人不一样 德国人呢 他的传统文化是研究神的 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 他是传统社会里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他是研究神 一天到晚报了个圣经 在那揣摩上帝的意思 但是他们终于发现了 上帝是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上帝的心思没法研究 上帝的心思没法参透 所以他们终于在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以后啊 转了转向 转而研究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所谓造物主的世界 上帝是造物主 你看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世界造成这个样子啊 那么这个造物主的世界有什么组成呢 有人有物质的世界 所以西方社会就完成了一个转化 第一 从对神的研究 从神学转向了科学 这么一个转化已经反映出来 西方人的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啊 他是有着一种对终极真理的精神追求的 那么呢 选择上大学的年轻人 他们是具有一种对终极真理的 追求终极真理的神圣感的 完全啊 或者说不像中国人那样 不像今天中国的大学的那样 完全以实用主义为目的 我们中国还不光是大学生 甚至连科学研究的项目都是行为短期化的 首先问搞这有没有用 没用地导他干嘛 他是不考虑这个科学自身的这种发展要求的 这是不对的 不如不应该搞应用 我们以后我们下面讲到戈林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家怎么搞应用 是吧 所以中国人呢 他是抱有实用主义 这是我们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要谈 这个德国的这个传统社会啊 他的结构是一个等级 深沿的 等级深沿的 这样一个社会 这样一种深沿的等级制啊 他断绝了下沉民众 鲤鱼跳龙们的任何可能性 你的血土高不高贵 你是不是贵族 名字当中带来那个缝没有 带来那个缝字的话 那你将来你可能你可以做官 你可以啊 这个等级社会就是这样的 穷人再怎么努力都是无效的 富人再怎么奢侈也是不要紧的 这是一个等级的社会 所以他没有啊 利于跳龙们的机会 你读书 穷人读书读得再好 你也做不了官 他的传统社会是这样的 所以他也就没有像中国那样 培养出一种万般皆价品 唯有毒素高 学而游则式的传统 这样的一种思想 在德意志的社会里面是没有基础的 传统社会里面没有基础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近代以来啊 1807年以后 德国开始普鲁士改革 大改革 这个大改革的首要目标 说得很清楚 就是要充分的调动 生产的创造力 和个人的活力 这是正式的目标 充分调动 每个人的力量都要调动 要把每个人的个性的力量要换起 所以德国在1830年的时候啊 就实行了教育体制的三鬼制 什么叫三鬼制呢 那就是指一个年轻的 一个小孩子 四年的小学毕业了以后 他就有三条路可以走 他可以完全根据他自身的兴趣和志愿 或者是他的父母替他做主 因为这个小孩子十来岁太小了 父母看得远一点 根据家庭的可能性来考虑 为这个孩子设计前途 也有的 有三条路 一条路呢 就是去读啊六年制的普通中学 六年制的普通中学 再一个呢 去读八年制的实验中学 人家的实验中学跟我们的实验中学不一样 人家实验中学就是实验中学 我们的实验中学只是名村的不同 没有什么真正的实验 八年制的实验中学 然后还有一个九年制的人文中学 它是一共是三条道 那么这三条道呢 它有个特点 你这一旦选进了这三条道以后 你随时可以换轨 你可以调轨 你到了十二三岁发现 哎呀我还是喜欢将来去读大学去 那你可以马上就可以挑过去 在中学的这么多年里 在前六年里边 你都可以转轨的 并不是死的 这一点也要说清楚 但是如果要是你读完了 这三种中学的以后呢 你读普通中学的人 就自然的升到了职业高校 你读实验中学的人 就自然升到了 专门学院 理工科的专门学院 你读人文中学的人 你就自然的进入到了大学 它是三条道 三条道 那么三个种大学的 最高的学位是三种 头一种 我们说职业高校的最高文凭 是学士学位 理工科的专门学院的最高文凭 是硕士学位 大学的最高文凭是博士学位 当然你不一定要读到博士学位 那么职业高校的人出来 是做有专业证书的高级技术工人 那么理工科的这种专门学院出来的人呢 是做工程师 大学出来的人呢 是在国家的社会的上层建筑文化领域 科学研究这些机构里边 只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才有资格竞争大专业校的教师岗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德国人把一切都安排着紧紧有条 我们上次讲了 德国人的传统文化 文化当中有一条就是 阿勒斯因奥多鲁 一切在次序中 你该干什么的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别干什么 由于德国人把一切安排得紧紧有条 由于在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里边 任何诚实劳动 精益求心 具有创新性的人才 都是受人尊重的 不像中国那样匹事劳动 所以德国政府虽然要求每个孩子 都必须接受高等的教育 但是德国的社会没有形成 亿万人同走独木桥 人人都要读大学 各个都想混博士的局面 还有一条更有意思了 德国人呢 是全世界最早实行全民义务教育的国家 那还不是九年 一直要弄到你大学 直到今天德国人读书是不要一分钱的 所以我们说他一方面他实行义务教育 另一方面他实行教育的全面免费 我要你进义务 我又不掏钱出来 那不是给我增加负担吗 老百姓不就这样想吗 是吧 所以啊全民教育的义务 不光是老百姓要去承担的 更是这个国家必须要承担的 这就是德国统治者的思想 很高明 德国人想的算了他看出来了 一个人如果要是不受教育 需要八个警察一天二十四小时 严密的监视他才能保证他犯想犯罪 他犯不了罪 所以你受不受教育 那不光是你个人的事 那你是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安危 如其花花钱养八个警察 不如培养一个有文化有素质的高等教育的接受者 想得多清楚啊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侦查成本有多高 一个家伙犯了罪 逃啊搞啊 整个警察局多少人啊 在那弄 你看那个重案六组 每天晚上电视里都在演 你看花多少钱啊 要汽车啊 电台啊 高级仪器 对方的墙子比你好啊 跑得比你快啊 你也得跟上啊 一个人一旦他不受教育啊 他把他的才能一用歪的时候 那对社会进行的破坏 那真不是那么简单的用钱人算得出来的 德国人想通了 就要把人培养的 这个样子 德国人虽然实行教育免费 但是绝不允许逃学 你不去课堂 进课可以 但是你不能离开学校 任何不来 不来学校报到的人 家长是要被罚款的 大国觉醒那个片子里面就演了这么一段呢 小学生 有一个小学生 一把五几年逃了课 他的爸爸是个农民 抓下来就罚款的 国家供你免费读书 你居然把你的孩子拉了去种田 是吧 那你是违背国家的义务 那你就要罚款了 所以德国人呢 他不是 教育 不是作为谋生的手段出现 他是作为培养一个 活格的国家公民的途径来出现 所以 德国人即使是在 十九世纪上半期 德国人还非常贫穷 非常落后的情况下 还在那个情况下 他的年轻人也没有形成 像今天中国我们中国的年轻人 那种在就业上的极度的心理恐慌 极度的心理恐慌 这就是差别 反而形成了一种 为受教育而受教育 为艺术而艺术 为科学而科学 这样的一种社会风起 每一个年轻人把自己一生 能够在一个民事的指导下 学习一段时间 作为自己人生发展的 极为重要的阶段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社会风气的感染之下 他们是很少把自己要学的东西 直接和职业需求挂起勾来的 不是他们不考虑职业 他们也要考虑 但是不是那么直接的 不是那么直接的 所以我们说 受教育在德国成为了一种 真正的国民净 当然德国的社会里面 也有人抱着为谋生而学习 但是从社会风气上来讲 凡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别人是看不起的 看不起的 不仅历届的教育部长 甚至爱因斯坦也尖锐的批评过 这种为谋生而学习的态度 爱因斯坦说 他说 为谋生而学习 会直接导致对能力价值的损害 你看是不是 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 现在有些学生同学之间 这个学生他的能力差一点 这个学生能力强一点 然后这个同学两个 哎呀这个题目做不到 你教教我吧 他都不教 他教你 他教你一个错误的办法 为什么 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如果教会了他 他将来就要超过我 是不是 那将来就会搞得我没有饭吃 我跟他做同学 我们两个将来就是 很可能会去竞争一个位置的 是吧 你想想 这是不是能力价值的一种极大的 极大的损害啊 已经影响到做人了 爱因斯坦所以他对这一点 他就说了 你只要报道为谋生人学习的 你就会这样来处理问题的 他会极大的审对 人力价值造成 他说我想的更多的 还不是人类的技术进步啊 直接给人类造成危险 比如说原子弹 人类发展那个原子弹出来 最后 这个原子弹会威胁人类的存在 爱因斯坦是经常考虑这个问题的 他说实际上啊 我考虑的最多的都不是这个问题 我考虑的最多的不是 技术进步直接对人类造成的危害 而是这种务实的思想 思想习惯的 对人类互相体谅的自信 你一旦这样日起时来的时候啊 那还有什么人人关系啊 那没有啊 那人与人之间就是财狼的关系 是吧 这种思想习惯啊 会像致命的岩霜一样 压迫在人类的关系上 爱因斯坦对这一点 那是生物痛绝 谁要为谋生恶学习 那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所以爱因斯坦说 青年人离开学校的时候啊 应该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而不应只是作为一柄专家 你在学校里边要学会体谅人 你要有一点仁爱之心 用来弄去你进了大学的门以后 除了学了那几个硬邦邦的技术以外 你就什么玩意儿都没有了 但是你如果要是为务实 你如果要是仅仅只是为谋生恶学习的话 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 大学我学到了知识 我学到了技能 将来老子要靠着吃饭的 要卖钱的 你就是这样想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条受过训练的狗 评价很到位 狗刚刚生下来啊 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纪律 没有什么 我很本性 于是我把你搞了训狗场 学校就成了训狗场 如果大家人人都为谋生恶学习的话 学校就是训狗场 对于说老师在教你跳豪钩 爬高墙 什么 爬好了 到位了 最后呢 毕业了 把你送到狗市场 然后狗主人就来跳 哎 你看看他试试看他 你有这个技能吗 啊 这不就是招聘考试吗 是不是啊 哎 这可以啊 哎 你跳个豪钩给我看 啊 绳子一抖 还是手 他就跳了 很到位 哎好 这条狗我要了 不就用人单位吗 是吧 爱因斯坦就是这样讲的 否则 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 不是一个和谐 不是一条受过训练的狗 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要想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呢 那就必须要培养自我全面的辨别力 而这期间以自由 啊 而全面的教育 啊 我们就可以想象 啊 我们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 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老在瓜子里面想的是什么 啊 啊 啊 挣钱 吃饭 谋生 啊 差了代言 差了代言 啊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谈啊 入学方式 啊 德国的大学从来没有高考 从来没有高考 自然没有分数线 不像我们中国 你的高考里面高出一分 你在全国能压到万人 你在考场上打一个盹 等于你父母爸爸妈妈 滚着屁股白白的辛苦再干一年 啊 真是可怕 啊 你要问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这个亿万人同走独步桥的这样一个局势当中啊 你只有上重点的高中 你将来才可能上重点的大学 你只有上到重点的大学 你将来就业可能希望才更大一些 啊 但是 初中有折效费 高中 啊 重点高中要有什么呢 啊 分低 差分人拿钱来买的潜规则 差一分一万 差一分就一万了 天哪 我们一个一般的啊 工作工工的父母一年弄不弄了一万块钱呢 那不就是一个符号高错了 你爸爸妈妈一年弄的 一年弄了 中国就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啊 啊 它的危害性在哪里啊 啊 简直是可怕 是吧 大学甚至出现了一个更荒唐的局面 就是越好的大学学费越低 越越差的大学学费越高 武汉大学学费绝对比这个汤顺胡的那些学校的学费要低得多 为什么 因为它那是国家管得住的 那些火啊 那是国家管不住的 啊 是吧 人多 啊 他就涨家钱 是吧 他就卖文匹 他就来了 是吧 这样的考试制度还有什么值得萃取的 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大家不忘了 不要忘了 就是这种人间地狱 恰恰又是我们可怜的中国人 认为当现在还是我们今天中国唯一还有点公平可言的地方 啊 你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这要一个人间地狱 大家认为这里还确实还有公平可言 别的地方就跟别人谈了 啊 是吧 是吧 骂归骂 搞起来的时候 你也得老老实实的按照这条路走 否则你将来又会面临某生问题 啊 这就是中国人的可悲之处啊 啊 中国人可悲就可悲在这里 啊 德国大学 什么样的人能上大学 你是要读那个九年制的人文中学 你读了那个中学 你通过了那个中学的毕业考试以后 啊 你通过了那个毕业考试以后 啊 你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学生 由于他没有分数线 谁去哪个学校 他该去哪个学校 毫无关系 因为教授本身就是流动的 学校也没有什么座次排名 是吧 都不承担这个问题 是吧 那只一个条件 就那个学校还有名额可以给你注册 那么这个学校不能注册 我就到那个学校去做一样的 在这方面 马克思 我们的卡尔马克思是个很好的例子 卡尔马克思啊 一年级在博文大学 二年级在柏林大学 三年级在耶纳大学 后来他也是在耶纳大学 拿到博士学位的 另外一个人物 更出名 谁呢 纳粹党的那个宣传部长 叫戈贝尔的人 他在德国啊 他是读大学读的最多的人 因为当时啊 他那个时候 做年轻人的时候啊 刚好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打起来的时候 啊 这个大学生都做热血青年 为皇帝打仗去了 这个校园里面就空的很 啊 很容易注册 每个大学都很容易注册 所以 这个戈贝尔这个人呢 是个天生的小儿麻痹症 啊 他是个残疾 所以他没有资格当兵 他就趁着这个打仗的机会 读遍德国的八大名校 一个学期换艺术 你看他读了多少 啊 啊 比如博恩大学 啊 乌兹堡大学 富莱堡大学 科隆大学 法兰克福大学 慕尼黑大学 柏林大学 最后在海德堡大学毕业 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个 无人超过的奇迹 德国就可以这样干 啊 不许是流动的 啊 哪个学校都可以 都一样 没有什么啊 你清华的文明他五大的 这个就是啊 这个文明差一点 你看我们的人才市场上多势力啊 你文凭哪里的 不行 不是国家重点 啊 就这样的 他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他完全没有 名师 每个学校都有名师 名师都要走动的 要流动的 啊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啊 德国进了大学的大学生啊 有充分的学习自由 德国的大学里面 从来没有什么教学大纲 既没有什么必修课 也没有什么选修课 只有名副其实的学分子 学分子就是德国人搞出来的 所以学分子就是完全不考虑你的 你要学哪一课 你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你想学什么课 你想听什么课 你就去听什么课 德国人认为很简单 科学和知识 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整体 是吧 既然是一个整体当中的东西 它都是有联系的 是吧 你自己凭着你的个人的兴趣和需要 你自己去学 最后你就可能形成一种 新的知识结构的组合 很好 是吧 由于它可以自由流动 由于它可以自由选择 所以我们说啊 这种学习项目的自由选择 学校的自由流动的 这样的一种流动性 使得任何一个德国青年 都有机会和有可能 和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当中最优秀的专家 面对面的讨论问题 某某学校有个很有名的人 比如说爱因斯坦在某某大学 那下个学期我就注册那个大学 我要见他 我跟他在一个大学里以后 晚上我就跟他敲他的门 我要找你谈话 完全做得到 只要你愿意 那时候我们国家 你是汤顺胡的 你想到清华去 没人理你的 是吧 下面我还要讲 德国的大学 都是没有围墙的大学 没有围墙的大学 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大学 都是有围墙的大学 我要说 中国人在制造人为障碍方面 绝对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最有本事的 他造围墙 到处都有围墙 前两年一个德国教授跑到武大来访问 学小宝我派的去做他的翻译 我就带着他到武大参观 我们武大很漂亮 看了以后 他就觉得有点怪 怎么搞得你这个院子里面 院子外边到处都是围墙 他问我这个问题 怎么会有这么多围墙 这个里面是什么 那个机构所 我说这里面是幼儿园 那边是副小 那边是化学学院 那边是计算中心 都有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 他就 他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围墙呢 他就停 沉默了一下 过一下他再思考 突然间 他恍然大悟 说了一声 哦 我明白了 你们中国人有住长城的习惯 啊 星塔老兄这么一点 我一眼望起 我们这个洛家山的围墙 还真顺的那个山是 挽源起伏 真有点万里长城的感觉 啊 是吧 真是这样 所以这个这个都是很奇怪啊 是吧 啊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啊 喜欢修围墙 为什么德国人他就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我去过那么多德国大学 没看到一个学校是有围墙的 啊 我想啊 这大概啊 啊 我也要说这个话 如果中国的大学没有围墙 可能会平平白的产生很多的盗贼 啊 这围墙有作用的 你不要说他没作用 啊 那么这一定是中国的社会自然状况很糟糕 那你回后到来要问呢 德国人为什么没围墙呢 那肯定是和他的自然状况也是有关的 那就是和他全民族的素质有关 啊 与他这个国家霸力投资教育 从而导致的全民素质的提高 紧密相关 啊 你必须要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理念花钱修围墙 也不愿意把钱 实实在在的花在培养人的素质上 不愿意 你看看修围墙 每个单位都修 所有的单位都修 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单位没围墙 为什么一旦没围墙 倒也就要来了 啊 就什么 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啊 我看就是这样 啊 所以啊 这个这个 没有画在这个上面 啊 所以我们说 中国人呢 这个 可能这也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这句话 本来好用 可以用得很好 用得一招起来 那就一塌糊涂 两个人在讲话 一谈到中国一些无赖的现象 又没办法解释的时候 最后自我解嘲 就来 哎呀 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 啊 就这也绝了 是不是啊 啊 前两年啊 我到南昌的一所大学 我不愿意在这 在此啊 去点他的名 我也怕引起一些纠纷 啊 我到南昌的一所大学 去讲学 也是做这个报告 就讲到了这个围墙的事 报告完了以后啊 他的领导人呢 陪着我啊 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李老师啊 我们学校是中国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哎呀 我当时正感觉到有点欣慰之感的时候 他突然又加了一句 不过我们有护城河 所以我帮他带我去参观啊 果然如此啊 宽宽的那个水泥壕沟啊 那么深那么大的水泥壕沟 轻轻的河水 欢蹦乱跳的鱼儿 哎呀 那是一道风景线 哎呀 我真是不由的感叹啊 在把学校和社会隔绝起来的方式当中啊 可能修尾墙还是最经济的 那还是最经济的 就是这样 这个学校啊 不光是修尾 修护城河 他还有更绝的一招 什么呢 他挖 他人工挖了一个很大的湖 很大很大的湖 不会比北京的卫明湖 北大的那个卫明湖小 然后呢 水中啊 有两条啊 巨大的不锈钢做的蛟笼 受电脑控制 可以张牙舞爪的土火 可以摆龙尾吧 哎哟 他的领导人很得意 他说这是我们的正校之宝 哎哟 但是我要说啊 这个护城河也好 水中蛟笼也好 和他的大校门比起来 那是小无间大物 他那个大校门 堪存世界第一门 啊 据说是花了几千万啊 一个校门花几千万 可怕 那个门有多大 一百三十多米 就刘翔来了 也得拼使命跑 也得跑出十三秒 啊 那个大门里边呢 你可以想象 那个大门里边呢 那个全部是那个椰子树啊 那个南方的椰树 他说是海南岛啊 移植过来的 要移植 这么出一棵 一棵一棵有这么大 已经长现成的树啊 移植一棵来 二十万 还有五十多棵 啊 你算一下他要花多少钱 啊 不过他这个世界第一门的地位啊 很快 去年就被山东辽城大学所超过 啊 所以我们说啊 现在这个高校里边的名堂啊 啊 那真就是这样 那叫做 你这个奢侈浪费啊 那完全是理罪我感 啊 华师 就是我们这里的华师 又弄了一个门出来 他被称之为世界上最高的校门 你去看看 就是广布城 啊 是吧 那是有味道 你看看这些大专业 叫理罪我感的这个架势 啊 哎呀 中国政府对教育投入啊 实际上是很少的 但是中国的大学啊 他搞不起扑上浪费来啊 那是厉害 他不惜国家贷款 贷的都还不了 昨天凤凰卫视上面还讲了一招 大学里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欠了一屁股债 啊 到了这一路 但是这个虚面子他是要的 所以我说像这种硬件 早就是世界一流了 啊 但是就是培养不出来 世界一流的大使 哎呀 我想起啊 当年清华大学的前校长 梅琪讲的那句话 大学者非大楼之位也 乃大师之位也 讲了什么呢 不是看你的楼好不好啊 看你这里面的教师的水平高不高 但是你看看 今天中国的大学 形式都已经不是放在什么楼上了 啊 一定放在水中交笼 啊 人工湖啊 啊 这个护城和尚啊 大校门上了 啊 你想想啊 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啊 他们就是不愿意把钱花在实实在在的培养啊 科学大师上 所以我很怀疑 今天中国当大学校长的人 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膛说 我是教育家 我看没几个人 啊 不像 啊 啊 差得太远 啊 差得太远 啊 这是我们要说的 我们由 有 啊 由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扑张浪费而想起 由围墙而想起 你去反思 就有这么多的内容 还有一点 德国的大学的图书馆呢 就是市民图书馆 啊 德国不像我们这 你看这有个湖北省图书馆 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图书馆 啊 德国人一点都不羡慕你这个两千万人口 一千万人口 这样的城市 德国的城市都是五万人口 十万人口 十五万 二十万 五十万 那都是很大很大的城市 全国有那么两三个超过百把万的 啊 活得比你舒服的多 啊 穷光丹才去住高楼大厦 啊 整整有钱的人是住平房的 啊 这是跟中国人现在没办法啊 还还无法理解他那个那个东西 啊 他一座城市里面只设一所大学 啊 十来万人口的城市就是一所大学 所以他这个大学 他不会再有一个城市的图书馆 这个大学的图书馆 就是城市居民的图书馆 任何人都可以来 德国的大学任何的课堂 都是向全民开放的 你愿来听课那还不好 是不是 你又不要我的学分 你要学分 你要参加我的 我的这一套学术训练 你光来听听课 无所谓 老师里面堆个板凳 这怕啥 啊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弄这个事 是吧 老年人七八十岁来读大学文凭的都有 有 我就碰到过 啊 是吧 他这叫老年大学 他的老年大学跟中国的老年大学是两把事 中国老年大学教你画画山水画呀 啊 唱唱歌啊 搞电查 延延易寿的事 他不是他硬邦邦的就是要弄弄弄弄这个知识的 啊 所以他是完全那个 所以他的大学图书馆就一定是市民图书馆 任何人可以凭证进来 所以他也就自然没有什么教师阅览室研究生阅览室博士 本科生阅览室本科生阅览室他就没有什么区别 啊 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学里面是这样干的 啊 把最好的书放到教师阅览室里面 把一些啊 翻到谁都不要的书 就是本科生 啊 所以学生很有意见 啊 所以德国人很清楚的 啊 就是要啊 你 你的知识啊 此世纪知识化 和谐化 理性化 啊 这不仅是对全民的要求 意义 而且是所有大学生的意义 啊 所有大学生的意义 啊 那么下面还有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来讲一讲 德国的教学方法 啊 也跟中国不一样 德国人的课堂上面呢 有两种课 一种课叫大课 大课就是我这样站在讲台上讲 学生在底下听 拿着笔记在记 啊 这种课 啊 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叫上大课 这个上大课这个字很怪 叫forlism 啊 他还有一个意思叫什么 叫宣读议案 啊 有这么两个意思 一个是上课 一个是宣读议案 那么 这个老师讲的东西 一定是他目前正在研究的 还没有发表的东西 一旦老师的科研成果 要是出来了以后 印出来一篇文章发表的话 这门课的内容就要被取消 啊 所以他不会有中国的全国统一教材 这回事 从来没有统一的教材 啊 那么上这种课上完了以后呢 这个学生呢 要教一份感想 无论你怎么写都可以 一定要围绕着老师授课的内容 啊 因为老师讲的是最新的东西 这门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尽快的带到科学研究的前沿上来 但是你可以 因为它是新东西 它是值得真论的东西 人人都是可以讨论的东西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所以你这个做学生人写感想 你可以谈体会 谈感触 谈你对老师的这个理论的意见 你可以甚至指出老师这东西里面还有哪些毛病 都可以 只要能自圆其作就能拿到学分 啊 就是这样的 啊 所以啊 这门课它是 老师是作为学生当中的议员 啊 特殊的学生站出来 来发表他的见解的 就从议会开会 这个有一个议员在那台上讲话 大家可以同意他 也可以不同意他 但是你不同意他 你要说出你的理由 啊 就是这样考试的 啊 不像我吧 啊 一个标准答案放了朋友 啊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字 扣一分 啊 就这样弄的 我们国家是这样弄的 所以中国人没有创造力的原因也在这里 啊 弄死了 德国人不这样弄 啊 只有三次不来听课的人自动 名单自动消失 啊 你就拿不到学分 啊 所以德国人的 啊 他完全不像中国 中国是有统一教材的 而且国家教委三令五生某某书要用什么教材 经常要管这个事 啊 他就干预到学校的这个里面 德国人是不允许干预的 完全是教师自己个人的事情 啊 我们在课堂上讲课啊 有时候经常看到这种现象 那是很可怕 老师拿的课本和学生手中的课本是一样的 这样的老师说句丑话 认识字的人都能当 练不就完了 是吧 而且呢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这个老师啊 会出现一种集体的令人恐怖的 集体的翻书的声音 哇 翻到这一面来 为什么 正练的这一段在 权力的人都有这么一本书 哎哎哎哎 过来了 哇 那个动作很整齐啊 哎呀 骗老爷啊 我就想起了鲁迅先生讲的那句话 浪费别人的时间呢 对于谋财害命 我们很多的教师就在课堂上干着谋财害命的事 大家就误认为这种谋财害命是在受教育 啊 这就是差评 啊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课 第二种课更高级 叫セミナー 啊 讨论班 这个教授要上这个课 要提前半年贴出他的课题公告 某某教授要开什么课了 感兴趣的人赶紧来报名吧 半年 提前报名 老师跟你有预约 然后你就去 去了以后的话呢 他有二十个选题给你选 当然 第二十个人只有一个题目能选了 因为选了他就拿走了 选了他就来 二十个你来挑吧 一个大的问题当中的 二十个只课题 你要挑一个走 老师给你一份书单子 这个书单子上面有的 全世界关于这个问题的 所有的书 所以老师是不好混的 老师确实是要有功夫的 什么书全世界的书都有 他都要借书很快 一个礼拜去 你在美国书都借回来 现在网络就更快 不用谈了 是吧 你必须要看这些东西 回去你拿着这个东西 你去做 你自己去洗 跟我写一篇论文出来 论文写出来以后 你要印二十二分 因为这个班上 一个班只有二十个人 你自己一份 十九位同学 一个人一份 你要给老师两份 老师自己要保留一份 还有一份 老师将来要交到 上去备案的 半年完了以后 大家就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课堂 教室里面 二十个人 坐在一个大会议桌之前 旁边就是围观的 某某教授的人 今天终于开班了 其他人没有资格参加进来的人 就围观 这样来学习 然后呢 教授做主持人 教授不讲课 学生讲 就讲你这篇文章 由于每个人都有这篇文章了 你讲 我就盯着看 就干什么呢 找你这篇文章的毛病 你讲 你的发言四十分钟完了以后 十九位同学向你发动轮番攻击 你必须回答 那是很精彩的 你必须回答 你只有回答了十九位同学的所有的问题 以后你就算及格 但是你能拿多少分呢 不知道 这个时候教授就来了 教授就一个问题 接一个问题 在大庭广东之下 不停的追问你 一直要问的你 实在没有办法回答为止 然后就根据你回答问题的质量 来决定你分数的高低 这种考试是要打 这样的东西是要打分的 前头我说的上大课的那个 是不打分的 不打具体分 你有这个分 每个人都一样 你不能说他的感想好 他的感想不好 是吧 但他都有分 这个他是有分数的高低的 这样的课在所有的大学生的教学活动当中 占三分之二以上 主要是这种课 这样的一种训练方法 这是德国人开创的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现代化大学 都是用这个办法 除了中国 中国当然不是现代化 不是发达国家 所以现在没用也很好解释 总而言之来说 我们国家现在连博士 都没有几个人是用这样的办法培养出来的 这就是差距 这就是差距 那么德国人还有一种学习方法 就是在校园里面 你可以自由组合 几个同学 我们自己组织一个学习的机构 我们自己来研究问题 这也是作为一种学习方法而存在的 爱因斯坦在大学里面经常干这个事 所以他的回忆录当中讲到了这么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哲学和科学的学习小组 致命为奥林匹亚科学院 这个爱因斯坦就是个老不上课的人 他在人在学校里面很忙 他就经常不到课堂上去听老师讲课 你问他在干嘛 他在组织学习小组很忙 他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哲学和科学的学习小组 致命为奥林匹亚科学院 在这里我们读了很多物理学大师和哲学大师的著作 有时碰到一个问题 我们边学习边讨论 有时碰到一个问题 一句话就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问题重要是争论甚至会延长数语 这一种学习方法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是一个科学培养科学英雄的 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里面 扩充和加深自己的知识 以便在这英雄世代中有所作为 所以爱因斯坦老年的时候 到了美国看到美国的那一套 大不以为然 他说自 这种自我教育 自由的教育 自我负责的教育 比起那种依赖训练 外界权威 最民主力的教育 是多么的优越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爱因斯坦就是个老婆来上课的 但这绝不说明他不珍重他的老师 恰恰相反 因为他是个很超前的人 老师的课本老师的知识 他研究每一位老师 这个老师有什么高招 那个老师有什么东西 他自己提前就学了 自己就学了 所以他是研究他老师的注重 他不一定非要到堂上去上课 堂上上课的人呢 是随大流的人 厉害的人是不去上课的人 我们国家到过来 不上课的是最差的 是这样的 所以呢 爱因斯坦呢 他的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论文文做好了以后 他的狭义相对论 就是用他大学的数学老师 那位著名的数学家 叫做敏科夫斯基 他的数学公司来推算的 所以狭义相对论的论文做好了以后 他就寄了一份给他的老师 他没有忘记他的老师 给他的老师寄取他 用你的方法写了这篇 后来拿了诺贝尔奖的文章 写了一封充满无限感情的感谢信 信就寄到了敏科夫斯基家里 敏科夫斯基啊 拿了这个信封就觉得奇怪 这是谁呀 打开一看 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这篇文章 把他文章读完了以后 看到这爱因斯坦 还是没想起来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谁呀 就是那个老布莱上课的 想不到有如此造化 这就是被永远的留在了数学发展史上的一段 很精彩的故事 所以在德国的大学里面 你想学你要学 谁也瞒不住啊 你不想你不愿 谁也没人管 完全凭自学 这就是所谓的啊 学习自由的学术气氛 自由的学术气氛 只有在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当中 只有有这样素质的 这样的一种理想的年轻人 碰到了这样的一种制度 那才可能产生出世界级的人才 世界级的人才 那么 最后我们简单的说一点吧 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德国的大学的现代化的特点 了解了德国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后 我们对于德意之民族 能够取得在世界科学上的辉煌成就 也就毫不奇怪 他充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但教育也是生产力 而且是更为重要的生产力 因为它是生产生产力的生产力 我个人斗胆认为 我不认为邓小平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认为教育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我要问原因 因为它是生产生产力的生产力 但就要是工业革命以后 那这个局面就更加明显 教育和科学 已经成为了 现代化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 而德意之人 在这个领域当中 为人类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那么 我是讲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在生理学的根本发现中 德意之人的成就超过了全人类的综合 就德意之民族的科学家 他所弄出来的关于生理学方面的 最重要的根本发现 按照统计下来 全世界其他所有的民族加起来都没他动 另外在电学 电磁学 光学 医学 这样的一些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 最重要的基础学科的领域当中 德国人的创造和发明和发现 超过了排在第二第三位的英国和法国的中科 所以我们说德意之的大学为这个民族 赢得了世界性的辉煌 在1933年以前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 能够像德意之民族那样 为人类提供如此之多的 隐喻世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而这正是一个 人们一般认为有着浓厚的专制传统的社会 但是他在大学里面实行科学无禁区 科学无权威 科学自由 这样的原则的结果 我们随便就可以点出很多很多人的伪命 哲学家 康德 费希特 黑格尔 蜀本华 菲尔巴赫 尼采 卡西尔 这是哲学家 历史学家 兰克 罗莫森 斯本格勒 文学家 哥德 希勒 海涅 雅可布 格林 威廉格林 格林两兄弟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树立 化文 经济学家 马克思 李斯特 这个 罗瑟 瓦格纳 桑巴特 艾哈德 随便一点 这都是世界的巨像 是吧 社会学家 马克思 威博 卡尔曼海姆 霍克海姆 弗奥姆 这都是世界名家 数学家 马加哥更不用说 高斯 普里克 雅克比 狄里克雷 黎曼 康托比 克莱因 希尔伯特 林科夫斯基 难道 库朗 物理学家 欧姆 维博 恩信 太多了 斯塔克 普兰克 爱因斯坦 劳尔 弗兰克 宝特 那你去数去吧 最后我们可以数到大哲学 大地理学家 胡宝 这些我就不要谈了 我谈的这些 绝对是若贝尔奖 至少是若贝尔奖 这样的人 很多人都是 当年 因为这个若贝尔奖 是1901年才开始的 以前那些伟大的人物 自然也就没有拿到 是吧 德国 这方面的伟人 是世界上出的最多的 所以在1933年以前 德国是若贝尔奖获奖 最多的国家 英国和法国加起来 都没有德国多 美国那个时候只有五个人 德国那个时候有三十一个人 你想想差别有多大 差别有多大 所以啊 这个 当然后来美国赶上来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也要说 那是和德国人是很有关系的 德国人拿到自然科学奖项 至少现在已经有七八十个人了 七八十个人了 那是很了得 是吧 所以除了美国比他多 美国比他多 那美国比他多 是因为德国后来碰到了纳粹 要不然 美国是没有今天这么好的势头的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临近接触的之际 美国 我们可以说 这个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英国 苏联和美国的绝大部分 简单技术的成就 都是来自于德国人的 抢来的 怎么过苏联人比较笨 抢的是人家的徒子啊 这样一些 美国人聪明 美国抢人 把你脑袋瓜子抢过来 不是抢那个 现场能用的 我要把 我要把你人抢过来 二战临近结束之际啊 美国不惜打烂 原定的作战部署 吊五个斯坦去抢一个导弹专家 布莱恩 这就说明了德国科学家的价值 这个人抢过去以后 后来美国的那个 登月球 就是靠他 就是靠这个布莱恩 布莱恩 不过呢 德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这种 创造的这种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地位 结果毁于一九三三年的 希特勒 纳粹文化专制制 遭受纳粹党的政治和种族迫害的 德国的科学家 和那些西欧各国的流亡科学家们一起 在战争炮火的逼迫下 组成了一支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的移民洪流 他们这次被美国的炮火赶到 被希特勒的炮火赶到那边去的 这些一开始根本就不愿意离开欧洲 但是希特勒的闪电站来得太快 跑都跑不赢啊 到了一个国家 那带着德国的流亡科学家出来 然后就带着欧洲其他国家的流亡科学家 再往西边跑 又跑到了英国 英国还没站稳 轰炸轮轮轮轮 觉得伦敦可能将来也守不住 最后还带着英国的科学家往美国跑 美国的科学中文化中心地位怎么来的 就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一伙人到达美国是极大的补充了年轻的美国文化 极大的补充了年轻的美国文化 所以我们要说 正是希特勒的文化专制 和他闪电站的速胜效应 才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了这样的一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 转移到美国去了 那么正是通过这一场转移 德国大学体制的精华 被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德国的科学态度们 也就带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所以我们也要说 这也正是德国人 为世界的科学文化誓言 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好 我们的报告到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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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